今次姜濤去LA收獲很好 她不僅在演出時揮灑自如 我們的姜濤看到 都覺得她每場演出都是超水準 台下的她不僅可愛 而且她實現她自己的夢想 你看她說 我終於來到小時候夢想的地方了 感恩一路上的緣份 她真的很渴望去LA看球 其實不僅僅 她很想入場打球 她也很想念我們 她說感受一下大家 平時應援在叫我的名字的時候 喉嚨有多痛 你說她是不是多有同理心呢 說回她這件衣服 她竟然穿了有麥當勞 logo 的衣服 還笑自己是麥當勞的外賣員 你說贊助她的廣告商多開心 她那天晚上就立刻拍了兩張照片 告訴我們她買了Liquors的衣服 真是很可愛 真是很可愛 她沿途上也看到自己的廣告牌 姜濤香港後援會 真是做了很多事 大家一齊看看 還有大型廣告車 好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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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開心 他是真的找到當好別的大秩 animals 挺要求 他站著這顆星星就是Michael Jackson 他是 Michaels 不知會不會會有一天 他自己也有個字星在那邊? 當然他繼續去看球賽 你看他 大聲叫KD不要受傷 老爹,你不要傷 其實姜濤,你知不知道我們在下面看你表演 都叫你腳傷快點好,不要再繼續受傷 那你現在明白我們的心情 我們上一集才說到 其實NBA知不知道我們香港有三位 很出名的男歌星在現場看球 你知不知道我們所有姜濤那晚 一齊看NBA球賽 他們在看球 我們在鏡頭找姜濤 真是很好笑 今早發現NBA在官方IG post出來 還hashtag了NBA的名人相片博 這次衝出國際 一定很多外國人士會看看 為何這三個香港男生可以上榜 還是香港的第一次 他們開始為我們香港爭光了 最後說說美國後援會 當日搞了一個圖宴 很多食物和很多人參加 我們加拿大後援會當然一定有節目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點讚和分享 由現在去到下星期17號的演唱會 我一有機會就會報道行程 當然不少會直播 大家請大力支持 Youtube有個Fans的icon 不妨支持一下我們 好下集見